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Giggle Family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是用FanPack 這個搬運公司, 把我們家裡的所有物品 運到Vancouver 其實都是很 straightforward 那天有三個職員來到我們的家 我們預先把所有的箱都已經用一些Stickers去Number 我們大概有五十幾箱 那天有一個Team Leader在我旁邊 他負責把我的物品全部通過 每一個Box是有什麼物品、價值多少都要很清楚列明 其實我自己也有預先準備 我自己呢, 當我收拾東西的時候 我都有, 我跟G Bar去收拾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有在紙上寫下 那就方便到時做一個Inventory List 到時我們去Clear Custom的時候 都會方便一些, 而且都要給一份 這個Shipping Company 那天他們都很好 那大部份的東西, 我們都自己是癱傷的了 那但是, 有些東西呢 我們都是不太懂得怎樣去包 還有他們都有說明說 如果你不想包, 他們都可以幫忙的 那因為有些東西是很細見的 也是比較personal的 那我自己就預先就叫高人姐姐幫忙包 我們也會Categorize 了它 那另外有些比較濕碎的東西 例如, 小朋友的單車啊 小朋友的地墊啊 還有一些, 例如Watting photos 比較大件的那些呢 我們都留給它, 給FanPad幫我們包的 那你看到啦 其實因為, 即, 很長時間 也有幾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我們都Fast forward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基本上呢 是都, 呃, 很organized 的 那那staff 都很kind 都很盡責地幫我們去pack好去 搬好去 基本上我們都沒什麼動動 主要都是, 即是告訴他們 哪一個box是屬於什麼 另外我們有些膠箱呢 因為我們, 呃, 覺得都方便的 而且都用開, 覺得蠻好用 那所以我們直接把那些物件呢 放到那些膠箱裏面啦 那我們都, 呃, 也都留給他們 幫我們去包裝的 那你見到啦 他就,即是 當所有東西都, 是拼好了 他就會一件一件這樣呢 拿出去, 就, 落貨的 那, 很快啦 幾個小時完成了啦 我們家屋就已經清光 剩下的就是很多 我們準備帶去加拿大的箱啦